给你谢谢 小亮 你别说那没用的 说说你过得咋呀 好 那我就说点有用的 你也知道 我这些年 在长龙演场做的生意挺红浑 这不没卷几个钱 就得了一个巡言御史的关险 现在啊 我还告诉你 姐夫 朝廷上很多的大官 都成为了我的朋友 五英殿大学是明珠明大人 户部尚书佛伦佛大人 还有这个户部幼侍郎 屈九万屈大人 对了 直立寻府衙门的寻道 荣善荣大人 那是都跟我称兄道弟亲热得很 姐夫也就你现在瞧不起我了 夏亮 你是一个生意人 你交往那么多当官的干什么 姐夫 你别忘了我现在 我现在也是官 二品 是 姐夫 你也是官 你官当的还不算小 但是你没别人会当官啊 怎么 我说得不对了 姐夫 我今天来啊就是要提醒你 直立这个地方可不比湖北和福建 这可是基辅之地 天朝看得着的地方 所以 姐夫 你别像之前那样 想干嘛就干嘛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别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你管好你自己就先了 你管好你自己就先了 我不用你提醒 姐夫 直立啊 我待的时间比你长 直立官长我比你清楚 这随便一个支县 那都可是通天的人物啊 你说你这官也当得差不多了 你能不能别逢人就得罪 见谁都跟谁过不去啊 我跟谁过不去 我这不是提醒你吗 你自己还不知道 你在湖广福建 你跟谁过得去了 咱们的老仙 你的兄弟张继人 不就是你给闹下去的吗 你胡说 我胡说 我没胡说 我啥都知道吗 你没事 赶紧走吧 我还有事要忙 姐夫 我说的话 你可千万别当耳旁风 快走吧 走吧 你看我还没做多一会儿呢 你就让我走 就让我走了 对了 姐夫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句话 直立 这个地方 你这个直立巡抚 不是直立所有的事 你都管得了的 直立 不是你一个人的天下 直立的水很深 浪啊 很大 我怕呀 你一不小心 就会拍死在这儿啊 你快跪 我不想看到你这副德行啊 好好好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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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你别生气 我这小舅子也算尽份心 提醒到这儿了 我走了 来人 更衣 大家都会吃 紫鹏 你都会吃 特别丰富 还会吃 太太 不直了 我是小舅子 小舅子 你帮我自己先搬 你去哪儿 郑芝县的女婿 还在那儿公开大吃大喝 怎么 赵立谦被人举报了 被人举报得好了 是你那个宝贝女婿 亲自让于成龙给撞上了 于成龙已经快容善到大明去调查了 好事吧 这可怎么办呢 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 福伦大人 你就别挖苦我了 快帮我想想办法 等赵立谦被于成龙抓了 就什么都晚了 于成龙这次派容善去大明 只是进行秘密调查 还不打算这时候就抓人 但 这正是于成龙的高明之处 他要先拿到赵立谦的贪腐证据 一旦证据拿到手 他就会拿赵立谦开刀 而这一刀下去 他一定是要见邪的 佛伦大人 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他于成龙开不了这第一刀 直立七道六州 十一府的支州 支府 道台 甚至支县 大部分都是明相国的人 包括直立 巡护衙门 巡道 荣善 也是明相国的人 所以赵立谦的事究竟该怎么办 你恐怕得听明相国帮你拿主意 明相国肯为一个小小的支县赵立谦出头吗 一块臭肉能坏了一锅汤 万一你那个宝贝女婿 被于成龙抓到什么把柄 弄不好 会牵出一大批人来 走 你现在就跟我去见明相国 好 李大人 董大人 贞杂粮食发放情况怎么样 是啊 已经发下去有一多半了 太好了 余大人 我 董大人 还有什么事 有件事 不知道该不该说呀 董大人 尽快直言 也不知道您清不清楚 大明支县赵吕迁 赵吕迁 是户部幼侍郎 屈九万的女婿 什么 赵吕迁是屈九万的女婿 直立这个地方 盘根错节啊 人人都有来头 赵吕迁一个小小的支县 敢在这个时候大吃大喝 就是因为他背后有靠山啊 赵吕迁 我 我 赵吕迁是屈九万的女婿 屈九万是佛伦的人 佛伦是明中明相国的人 这是一条线啊 可是在直立不光只有这一条线哪 还有一张网 这张网 严严实实地把整个直立 都装进去了 直立各级衙门里的人 没有一个不知道 也没有一个不被这张网 装进去啊 直立衙门里的倒台 支州 支府 那都是明相国安排的人啊 这就是直立一张无形的网啊 这张网 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直立 甚至巡抚衙门里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在其严密的监控之下 可以这样说 直立的巡抚衙门里 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谢谢董大人给我讲这些 于大人 你查赵吕迁 就等于是在查明珠明相国的 这条线跟这张网 你轻轻地触碰一触 整个这条线跟这张网 就都有感觉 都会行动起来了 这条线跟这条线 我明白了 明白了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房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更何况这么一个小小的芝麻官 赵吕迁了 伯伦啊 卑职在 你马上通知大明知府犯永茂 把那个赵吕迁抓了 交给于成龙 明相国 明相国 使不得呀 使不得 那于成龙还没要来抓人 我们为何要抓自己人呢 糊涂 等于成龙说抓人的时候 什么都晚了 快去 来 我们只看到赵吕迁大吃二喝的 但是并没有发现他其他贪污受贿的事情 是没发现啊 可像赵吕迁这样的人 他能是个好官 能是个清官吗 他吃的都是民脂民膏 好 锦阳这话说得没错 但我还是觉得赵吕迁的事情 应该暂时先放一放 不便急着现在就往下查办 好 我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老家有一句俗话叫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放一放 也许能钓到更大的鱼 没想到 真没想到 今天你余大人 巨人 学会臣服了 靳阳 你是表扬我还是挖苦 他既不是表扬也不是挖苦 他根本就没明白你的用意 你真会门缝里看人的你 余大人 大人 请 余大人 快喝 请坐 余大人 我和翠婷原本打算明天回来 可事情太紧急了 没敢耽搁 我们骑驿站的快马回来的 何事如此紧急呀 就在今天凌晨 大明县支县赵立谦 被知府范永茂派去的捕快 给抓起来了 我们俩四处打探 也没打探出确切消息 就回来先向您禀告一声 赵立谦被大明知府范永茂抓走了 是 不会有 消息是从县衙传出来的 大明知府为什么突然去抓赵立谦呢 难道他犯了别的事情 这个还不太清楚 容大人 明天一早 你和翠婷带着巡抚衙门的捕快 把赵立谦押得跑定了 是 是 容大人请 是 这是不是也太凑巧了 你刚下令去调查 赵立谦 就刚好这个时候被抓了 这实在也是 太蹊跷了吧 所以啊 我让他们明天一早 把赵立谦押到保定来 押到保定来 又能怎么样啊 要我说呀 赵立谦这件事 你呀 怕是要做辣了 到时候你查也不是 你不查也不是 弄到大明来的更是下策 你不明不白的 把个汤手的山衣捧到自己手里 干什么呢 赵立谦犯什么罪了 你有他的罪证吗 你说把赵立谦 弄得保定来是下策 那你说 怎么做才是上策 你逗我 不不不 是请教 真心的请教 真心请教啊 如果 你真心请教 我就告诉你 什么是上策 当初 直接上大明抓人呢 就是上策 告 告招 余大人 怎么没一点反应啊 上策 余大人 不好了 不好了 何事 刚刚接到宣化府传来的快报 说直立 运往宣化府的十几车赈灾粮 全部让土匪给抢跑了 什么 赈灾的粮是被土匪抢了 是 董大人 下官在 你留守府衙 是 容大人 在 雷翠廷明天就不跟着你 去大明去积压赵立谦了 你自己另外带人去 是 翠廷 在 你带着巡抚的所有捕快 现在就跟着我 去宣化 缉拿 劫良木土匪 是 报 报 报 大明之府范永茂 押着赵立谦来了 容大人 既然大明之府 已经把赵立谦押来了 明天就不用去大明 你现在即刻和雷翠廷 赶往宣化府 去缉拿积厉的土匪 下官明白 拜见余大人 跪下 跪下 下官拜见余大人 升堂 升堂 余大人 被誓有罪 被誓有罪啊 你就是大明之县 赵立谦 是 是 我看你很面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们 在 你认识我吗 认识 认识 是府台大人 在哪儿认识 你再仔细看看 你再仔细看看 是我在大明县衙的食堂里 大吃大喝的时候认识他 赵立谦 你在大明食堂里 喝的是谁的酒 吃的是谁的肉 花的是谁的钱 我吃的喝的 花的都是老百姓的 我 你 你 作为朝廷命官 一线执掌 一方父母官 居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居然还在那儿大吃大喝 花天酒地 你也能吃得下喝得下 什么 俞大人 背之有罪 背之有罪啊 俞大人 你有罪 你有什么罪 我犯了 我犯了康熙圣誉十六条里的规定 康熙圣誉十六条 你犯了哪一条 我犯了康熙圣誉十六条里的第五条 相捷检 以袭采用的规定 我有罪啊 俞大人 我不该在此大谎之年 带头大吃大喝 我更不应该 只顾自己花天酒地 不顾百姓的死活 康熙圣誉十六条是皇上给百姓定的规矩 不是给官员定的 大人 皇上给百姓定的规矩 当官的就更应该带头之心 可我现在 我现在连个百姓都不如 余大人 你惩罚我吧 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啊 你怎么惩罚我 我都认了 赵立信 我来问你 你除了大吃二喝 不惜名才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如实讲来 余大人 我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 吕谦除了好吃好喝之外 真的没有干过任何坑害老百姓的事啊 余大人 赵立信 你必须得老老实实地向府台大人 交代你所有的问题 不许耍滑 不许抵赖 不许隐瞒 全部如实招来 智福大人 我怎敢在府台大人面前 耍滑抵赖呢 我真的没有干过任何伤害老百姓的事啊 我更没有干过任何 别的违法乱纪的事啊 智福大人 附台大人 我可以向老天爷保证 我赵吕谦真的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百姓 对不起个人大人 对不起朝廷 对不起皇上的事啊 真的没干过 附台大人 明察 范大人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回府台大人 没有了 一切听府台大人裁决 来人 在 在 将赵吕谦 给我宋广放行 是 咱 谢府台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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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这 余大人 您这就把赵吕谦给放了 范大人 你敢保证直立各府州县 就只有赵吕谦一个人敢大吃而喝吗 回禀明相过 卑职 也不知于成龙为何会突然下令放人 总算是 有惊无险 有惊无险哪 有惊无险 我看不尽然 那老奸俱华的虞成龙 能轻易放过赵吕谦 这虞成龙的手段 的确了得 他这是在跟我们斗法 明相过 您看这事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解灵欢喜记录着 这赵吕谦本就是一个浪荡公子 你们非得给他放到县衙里去 做什么一个支线 去酒吧 佩职在 你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 明相过 我哪里处理得了啊 我和于成龙一向是水火不容 势不两立 再说 他于成龙一向是油盐不尽 就算我肯放下身段去求他 我没让你去求他 油盐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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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郁家之罪 何患无辞啊 明相过 我懂了 你懂个屁 对他如果不下狠手的话 你斗不过那个于成龙 于大人 你昨天当堂释放赵丽谦 猛看哪 是个高招 其实啊 事不险奇 仔细分析分析 屈酒万他不会上你的当的 你放了他女婿 他就会给你 前嫌尽弃 握手言和 我看他不会 他会继续跟你斗下去 而且很有可能 会主动向你出击 东炳忠 不是向你透露过了 这直立啊 是明珠的地盘 表面上你是和曲酒万斗 其实啊 你真正的对手 是明珠 明相国 金阳的分歧 扁辟入地 切中要害 只可惜 金阳老弟顶多就是个 司马懿在世 看着见其一 却看不见其二 其三 我的周大先生啊 这 多大岁数了 这度量怎么那么小啊 成龙就夸了我一句 你就吃醋了 有本事你就试试诸葛亮 诸葛亮 诸葛亮不敢比 但在于大人下着这盘 险棋的棋盘上 对方的下一个子往哪摆 我是已经看出来了 我相信 你没看出来 我没看出来 那就等着吧 等着明珠的千军万马 暗中把你杀个骗甲不留 我于成龙等的就是他的千军万马 报 于大人 大明之县赵吕迁求见 谁 大明之县赵吕迁 他俩干什么 不见 下官赵吕迁 叩谢于大人 在赵之恩 赵吕迁 你不在县衙好好做事 你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于大人 下官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全靠了辅态大人及时挽救 大人对吕迁恩仲如山 犹如再生父母 千言万语千恩万谢 都不足以表达 大人对吕迁的恩情于万一 所以今天特被子区区博礼 大人 请大人笑呢 是什么人让你给我送礼的 该不是你岳父 屈酒腕屈大人让你来的吧 于大人 这您就多心了 我那个岳父老爹屈酒腕 他才不会管我这些事情呢 我之所以感谢大人 是因为这几日回到大明之后 我是吃不下睡不着啊 我日思夜想 我觉得我现在能够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完全是因为有于大人 这样爱护我下级官员的好官 及时挽救 于大人 晚辈吕迁可是一片真心啊 请大人收下吧 礼有交际 原因分仪相继 互为献仇 用心沉浸 你一个下级小官 刚刚受了支付和巡抚的处罚 不思悔改 却跑到我这儿来 言之凿凿地 向一个二品大员 行礼受贿 不藏私心 无有图谋 岂非怪事 来 我 将赵吕迁给我轰出去 大人 于大人误会 大人误会啊 大人 不会啊 大人 大人 不会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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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先生 静阳 取酒案上钩了 取酒案上钩了 取酒案上什么钩了 取酒案啊 让他那不成妻的女婿啊 来给我送礼了 他们的第一个妻子 终于按照于大人 布下的局摆出来了 好 非常好啊 看看他们下一步 还有什么能耐 卓先生 静阳说得非常正确 我们真正的对手 不是取酒案 而是明珠明相国 一点都不错 静阳这回可真是 料事如审啊 不不不 周大人 你别这么说 我没那么大的本事 可是 于大人 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啊 你在胡广跟贺里斗 你在福建 跟巡抚无星座 总督摇启胜 还有康亲王爷较真 那都不算神啊 你如今面对的 可是大清天下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生为赫赫 阴险毒辣 权清朝野的堂堂相国 你斗得过他吗 你真的想好了 怎么和明珠斗了吗 还有周大人 你是直立寻抚于成龙 于大人的慕斌 也是他的生死之交 也活了那么大的岁数 经了那么多的事情 你总不能心里无数 毫无把握地 跟着他一起起哄吧 柳津阳 你这叫什么话 谁跟着谁起哄 我今天说话是不好听 但是不好听我也得说 明告诉你们俩 你们不是明珠的对手 你们根本就斗不过他 柳津阳 什么你们我们的 你是什么的人 我是谁的人 我是谁的人 我是明珠的人 我是去九万的人 我是佛罗的人 我是赵米圈的人 行了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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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父大人 这俞成龙他没收礼不说 还派人把我轰出来 无妨 我打发你去送礼只是个幌子 迷惑他一下 扰乱一下他的思绪 收与不收都无关紧要 幌子 屈大人 讲 回禀屈大人 大明之府范永茂 和奸之府徐可先 霸昌道员沈志礼 郑定府同志周从先 水清县之县万一兹 县县之县乔古洞 都到齐了 好 我们可以进行第二步了 报 报 余大人 余大人 这是郑定府 和奸府 大明府和霸昌道的重要文件 和奸府 我走 跟上 就是我的 传言之县 和奸府 和奸府 和奸府和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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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后边跟着跟着 有人吗 请问有人吗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找谁啊 我呀 是你们于大人的 小舅子邢家梁的手下 我们刚从天津赶到这儿 我们是不是 挨点儿见过呀 我记不住了 那个家梁啊 最近有点忙 走不开 所以打问我们呢 把这些值钱的东西 搬到你们这儿 暂时存放一下 您 您看看找个地儿 我们把东西搬进去 我们还得尽快 赶回天津去呢 您看看 要不先卸到厨房吧 得嘞 搬住房去 快点 快点 余大人 余大人 我们回来了 容大人 你们辛苦了 土匪的情况 查得怎么样 余大人 节粮的土匪 全查清楚了 土匪头子 外号叫马尚好汉 这会儿土匪 横行直立 已经十几年了 这是一会儿汉匪呀 过去没人敢管 官府也出面搅过几回 可一直也没剿灭得了 这帮土匪 可把直立的老百姓 害苦了呀 这个马尚好汉 作恶多端 有怨必报 谁要是敢得罪了他 不仅在光天化日之下 将其截杀 还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潜入仇人的宅院 把全家都杀了 一个不留啊 不拿下这个马尚好汉 我余成龙世博为人 余大人 这个马尚好汉 十分难对付 来无踪去无影的 这一时半会儿的 这 怕是也逮不住他们吧 容大人说得对呀 这个马尚好汉 确实不好对付啊 余大人 要想成功地剿灭马尚好汉 恐怕还得从长计议呀 如果匆忙下手的话 怕是会适得其反啊 好 容大人 崔天 你们先去休息 明天我们再研究 剿灭土匪的办法 余大人 下官想告辞了 余大人 有句话想跟您说说 董大人 请讲 只是 周先生和柳先生都是自己人 二位先生 对不住了 董大人不必介意 余大人 我想向你推荐一个人 此人可以协助你 破获马尚好汉一案 他到底是何人 通舟之舟 余成龙 通舟之舟 谁 余成龙 余成龙 对 此人不但与您同名同姓 而且也是个清官 还是个断案的高手啊 这个余成龙 有如此神通 这个余成龙有如此神通 那就请董大人 速速把他请到府衙来 下官这就去趟通舟 把余成龙给您请回来 可真是 成龙啊 这个董秉中这个人哪 好像在直隶这个地方 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这个人很深哪 我有同感 曲大人 满满一车东西 全都送到余成龙的后崖厨房 好 伟一切 岳父大人 我们马上要回京城去了 你留在保定 去见见容善 告诉他 马上好汉那儿 一定要谨慎从事 千万别给我出什么乱子 岳父大人 小续记住了 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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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岳父留下话说 请您通知马上好汉 让他小心从事 说现在正是风口浪尖 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于谦 告诉你岳父 请他放心 只要我容善在直立一天 就没有人能翻了直立的天 可是 没什么可是 直立 是我容善的地盘 是明相国的天下 一个余成龙 两个余成龙也翻不了天 小织明白了 容大人 告辞 余兰姐 你说这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是啥东西 这明明挂着锁区都没锁上啊 打开看看吧 你别乱动 我已经让我哥去找姥爷了 等姥爷看过了再做决定 嗯 余兰 老爷 老爷 这怎么回事 这些箱子 是邢家粮派人送来的 说是要在这儿存放一段时间 余兰 打开 哎 来 我 我 我 有 我 我 我 就 余大人 这会不会是明家的字画 别动 把盖子都盖好 谁都不许动 月兰 你过来 行家粮啊 来者不善哪 月兰 你说那些东西 是家粮托人送来的 是 送东西来的人说是他的手下 那那个送东西的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那他是哪儿的口音 我听着 反正不是咱们老家的口音 好像是京城那边人的口音 好 没事了 你回去做饭吧 老爷 是不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 你去把周先生和静昂教练 来 周先生 董大人回来了 回来了 周先生 柳先生 这位就是通州之州 于成龙于大人 跟于大人是同名同姓 一字不差呀 这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 久仰久仰 二位先生好 小于大 于大人好 好 好 周先生 于大人在吗 我再 请 于大人 对 于大人 通州之州 于成龙到了 晚辈见过于大人 于成龙 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一字不差 天下就有如此的巧事 幸亏 幸亏 快快 请坐 于大人请 好 于兰姐 于兰姐 这事不怪你 你又不知道送东西的 到底是什么人 再说了 老爷就是叫你问了问 他也没怪你不是 小妹 我就是想不通 老爷那么好一个人 怎么会有人要害他呢